Hello 大家好,Raiwan desu 上一次在使用超市悟空跟超市悟空 極限Zack覺醒之後的能力 因為悟空沒有全力發揮到 所以這一輪再來一次 主要的重點就是超市悟空 上一次沒辦法讓它完全發揮 可是通過悟空那邊來看的話 其實這張悟空的能力也是會去到非常的誇張 只是當時Begita的發揮有一點誇張 連爆直接把奇異悟空那邊幹掉了 這次的話我就帶孫悟空系譜對 然後混合GT Hero 和孫悟空系譜 在防禦力方面可能比較低一點 但是攻擊能力方面倒是完完全全170%最頂級 然後跟這個超市悟空做搭配的就是這個 全力超市悟空 在這個新篇的GT篇的悟空傳裡面 把他們捏得要生要死的全力超市悟空 可是實際在我們手上使用的時候 嗯...爛到爆 自身的攻擊100% 然後... 剩餘的血量越多 攻防就越高 最大70%啦 然後...敵人的必殺技中確率5效化 超絕打威力反擊 這一張已經是... 財星了 欸...在這次黃金周 他被抽到財星了 這樣就直接上啦 因為他這邊是可以連到六條連結啦 就少了一個龜派氣功 算是可惜了一點點點 這邊就是... 四位打手 三位補助啦 很簡單 這邊就... 非常簡單 這麼個白髮就好 來稍微看一下齁 在沒什麼連結的情況下 有30%的補助 8萬3 這邊的話 倒是有... 嗯... 現在血量滿 防禦力是有增加70%啦 所以說法還不錯 所以說法還不錯 這個龍拳就真的是帥 等一下就... 等一下... 超市... 密超市悟空 這邊整隊全部超市悟空 教道都啥 不過因為是想要看他的傷害最大化嘛 所以... 滿滿的補助是非常應該要有的 接著就是期待那個大元的超山悟空 騎生Z覺醒啦 不過看至少也要半年過後了吧 再五顆 有點爛 這兩個補助 400也算咧 兩個都是各加30%的 有60%的加強 還不錯 還不錯 哈哈 哇...這隻... 超賽小悟空 我一想到在打 具那個... 大元之力的類別那個... 任務的時候 死都不爆灰心燈 是... 蠻痛的 OK 這邊的話就有6條連結 賽亞人的血 然後這邊是鬼白系統 稍微可惜啦 這隻龍拳悟空是... 發不到... 發不到鬼白系統 不然的話... 會... 很好用 這邊的話就... 讓... 立朝式悟空出手 然後盡量把他的防禦力給疊上來 529萬 那一次... 有一個補助 然後... 170%的攻擊 倒是比... 異想中的高而已 哇... 114 哇...有沒有這麼猛 嗯? 哇...這一隻... 這一張全體超速攻的連結是還沒練滿的 喔喔... 極限jack之前就有314 欸...還不錯欸 這樣的話... 我很期待他極限jack之後的那個... 超強戰鬥力的 喔... 11顆就... 直接炸裂啦 哈哈 好好...漂亮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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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友的話這一張是找了... 開兩路的啦 正常情況都是這麼少 好... 沒有飛行 哈哈... 15點的... 連擊跟15點的飛行 這一張... 超速攻... 沒有辦法超速攻... 總是這麼個點法啦 OK... 13萬... 嗯... 不錯... OK... 好... 血量沒有跌過70% 跌過70%的話... 最後的吸油技武狂的... 出租會更高 目前... 還沒開加攻道技就... 520出完 已經是... 我覺得非常給力啦 好... 這個全體超式武狂夢幾十會... 極限 總之... 他極限之後應該會相當的... 讓人害就是了 Auto... 竟然... 先攻大招 傷害是不大啦... 但是... 血量變少的話... 我的... 全體超式武狂的能力就變低啦... 這一點... 非常不好 喔... 飛行啦... 一發下去直接啦... 幹包 可是啦... 我們... 這邊... 直接直管的看下來 這是超式... 超式武狂... 同樣有補助... 當然... 連結方面可能就是... 比較遜色的一點... 但是... 這個是彩星... 確實只有這樣子的戰鬥力... 看著都覺得... 殘忍... 比服上55%的這個力超式武狂... 529... 那邊才400多萬... 要打到500萬的標準好像... 還蠻難的... 流刊... 超爽... 哇...可能... 近期... 近期不知道会不会出一张L-O的权力超市巫狂 如果出上去的话应该会蛮快的 下个六月的时候会有一张传说降临 然后七月那个气息 又会有一张限定L-O 我倒是蛮期待的 下一张的L-O 我个人是蛮... 我觉得会出极细的角色吧 GT Boss 我觉得会出GT Boss这个类别 这类别的角色 不然的话 GT Hero已经出了 可是GT Boss还卡的 就看我们这次五月尾的限定是出什么卡的 好 漂亮 把你干掉了 这边的话嘛 就... 来 直接... 三个加工道具直接上去了 顺便回血 哈哈 OK 这样子也好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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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错啦 算了 最后一支反正没有什么伤害 498万 三个加工高机 全力超出空 连接还没练完 练满的话应该是破500万 没什么问题啊 哦... 95... 95... 952 哇... 三个加工道具 一个付出 四个... 好猛哦 还有一个... 暴子山的那个龙的尾巴还没有用 那个是... 游戏中 加工机翼的倒机算是最猛的 OK 哎呀 我看不到要出发了 算了 没什么问题 1223 哇... 现在的这个悟空系 每一张都强到炸裂了 哈哈 随随便便摆上来就很爽了 目前现在是保持两张... 两张的... 加工道具 可以 先这样子先 另外一张 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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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身上的 479 不过这个龙前倒是蛮帅的 这个攻击力差的有点远 少了一点点 可是差得非常多 血量倒是蛮足的 不过应该没什么好担心的吧 让悟空去开Dokkan Wood 反正下一回合才开到四个道具 应该是可以破千万吧 多30%的攻击 嗨嗨嗨 594万 没有到那种千万的伤害 还是有点可惜啦 这张超四五孔应该是没办法 目前应该是没有什么好办法 让它上千万的 除非四次转珠 转珠加弓道具 那就应该是可以 不然的话 一般的情况是蛮难的 再准备一切 下半顶 转珠 可惜 可惜 看他最大花 不小的小 胜负什么的 没关系 来看一下目前是20万的防御力 这个是有20%的那个 不马的普助加成 然后最尾的还有这一个 OK 30%的普助 OK Let's go 看有没有机会破千万 应该是可以破千万 1059 非常的爽 55%哦 55% 我要讲重点 没开路啊 表示说这一张 这一张 超速恐 真的是会让人很想要 去换多一张来开路啊 开一路 开一路都会非常的一夜了 完全扛不住普攻 7万的伤害好痛 那不过反正已经是把 力超似悟空的极限攻击力 可以打出来了 所以满足啦 这边只要可以度过就好了 十一颗主 我记得这一个倒计是 没取得7血量恢复2% 来试试看 反正来到这边的话 这一个关卡是赢定的嘛 主动机我们也来看一下 精商 哇 这个超似悟空 在发出龟派气功之前的那一个剪影 很帅 但是发出去的那个鬼派气功 好无聊 来 这个 超完美 攻击 这就是情况 超爽的 好 OK 接着马丘 确实是有回血 这边也是4光加光道具 11颗主 2千 1660 虽然说是盖掉了利双人的锋芒 但是 那是 什么利爽人 利朝式悟空的风 可是很爽 所以能这样玩下来 哇 现在啦 这个悟空系普 就等全利朝式悟空极限剑了 那个一定是 害到爆到时候 好猛哦 我觉得这一张 极限剑之后 轻轻松松破千万 一定 一定是可以的 目前这样子打下来 刚才那一回合 四个加工道具 都有666 666万 再上去 哈哈 没有什么好说的 绝对是强 期待期待 希望 希望它 今年 今年可以极限这样 这支 全力超市 那么这一次的视频 就到此结束啦 谢谢各位的收看 下期待 下期待 再看 下期待 またね